对于香港那些黄皮白金人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开拍他们 大家好,我是罗浮强 欢迎来到浮强观察室 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 进化香港公职人员队伍非常必要 5月14日晚 杨士新闻主持人白岩松 连线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局长官林郑月娥 他提问 香港17万名公务员已经签署了 用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声明 但也有129名公务员没有签署 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处理 而如果签署了声明 未来却又做出与此不符的行为 又会怎么办 林郑月娥回答 首先 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签署 这样的声明并不是什么新的要求 因为所有的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 按照基本法第99条 都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都要尽忠职守 所以要求他们拥护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对于没有签署声明的129个公务员 他们要按照我们的规矩离开 而如果签署了声明 要是网络他们的行为 也违反了相关的要求 也是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规矩离开 特区政府公务员队伍 这个会答太棒了 大力点赞 很简单 由于香港被英国长期殖民统治达到99年之久 一些港人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不仅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还要从事反中乱港 卖港的勾当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一下美国和英国 英国驻港澳总领馆 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3000人 如果把这3000人集合站队起来 是不是一个学校的大操场 差不多都被占满了 那美国与香港有什么关系呢 有外交关系吗 显然没有 因为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已 人口也仅仅是700多万 而出外使馆领馆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呢 就是联系住在国或者当地的政府 开展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为本地的本国公民提供服务 为当地的民众办理到本国的旅游签证等等 公务签证包括 那么香港那个大湾之地人口才有700多万 要得了那么多美国的外交人员吗 显然不是 美国之所以向香港和澳门 派遣和当地雇佣那么多的人 主要的职能绝非外交业务 而是间谍使命为主 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收集各种情报 物色各领域的人选 进行收买和培训 然后组织他们 传播反华的主张 向中国的内地进行渗透 开展所谓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 把香港搞乱竟然试图蔓延到内地 再把中国搞乱 至于英国 那就是不甘心香港被中国收回 还想通过各种渠道暗中控制香港 与美国一道联手把香港搞乱 遏制中国发展 英国人在离开香港之前 埋下了很多的英国种子 也埋下了不少的地雷 中下有一天可以引爆 因此香港在去年七月份之前 出现了长时间的骚乱和暴乱 在英美两国以为大戏就要到来 就要成功的时候 没想到 港版国安法落地了 乱套分子们的末日到了 于是那些人逃着逃 逃不了的就被抓了 一片哀嚎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出台了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一系列规律 但是美英和乱港分子们起急败坏 于是美英联手攻击中国 大肆造谣污蔑 还用家指责干涉中国内政 但毫无意义和作用 那些潜伏在香港公务员队伍中的黄皮白星人 硕情非常尴尬 签署吧 他又不愿意 不签署吧 又要下岗 而美英两国也会把他们当成上家之权 不会接纳他们 所以对于这些人 我们不仅必须要开排他们 还应该扩大范围 不要放过三种人 第一种是司法队伍里的黄皮白星 与白皮白星法官 包括检察官 这些人的危害很大 他们经常上演警察抓人 法官放人的把戏 袒护那些乱搞分子破坏香港法治 这些人就是立法机构的脚屎棍 第三类是各类学校的黄皮白星和白皮白星教师 这些人们把香港的很多学生都带坏了 教坏了 至于清除他们的手段 我想起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无法追究法律责任的就开牌 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就逮捕起诉 凡是有过反华言行的 一律解雇一律开牌 只有这样 香港才能迎来安定局面 才能发展 好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咖啡 今天 之前 peak 感谢观看